许家印 许老板 许皮带终于被抓了 如果再不抓 习近平抓许家印的事都要烂尾了 恒大有2.5万亿的债务 中共一直希望以时间换空间 用时间把时间线脱长来解决债务问题 来解决保交楼的问题 但是许老板是个老狐狸 舍得一生寡敢把皇帝拉下马 你只要给我时间 我就敢把筹到的所有的钱 全部转到海外去 全部转给许家印恩爱的老婆丁玉梅那边去 所以不管是地方政府金融机构 或者是其他的单位给许家印提供的这些资金宽限利益 都被许家印打包成高息债 然后转移到海外去了 然后为了保护他海外的资产不受损害 然后还到美国申请了这个破产保护 以至于中共如果再不抓他 这个抓许家印这个事都变成烂尾了 还好这个很多年前就已经给许家印边控了 那么这一次是把许家印和许家印的二儿子一起给抓起来了 现在是属于指定监视居住 就把他给关在这个北京的一处房产当中 有警察来监视他 来监督他 那么为什么现在要把这个许家印给抓起来呢 因为之前中共一直希望用时间来换空间 来解决这个恒大的这个债务问题 如果中国的经济形势持续向好的话 那么慢慢的慢慢的也是可以解决的 或者说到时候国资收购了这个恒大 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眼瞅着现在这个经济状况 每况愈下越来越差 从四月份以来的这个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当然越来越差的原因 我们之前的这个视频分析过 有政治上的信心和经济上的信心 两个信心没有 两个信心丧失 叠加在一起 所以说导致了这个中国的经济 彻底崩溃了 它不可能起来了 那么加上现在这个恒大一出事 那么对于房地产商来说 那都是涉涉发抖 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处于没法往前干的这个状态当中 这个房地产商没信心了 房地产商就不会拿地了 没有拿地 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财政就陷入了这个困境 那么接着这个公务员这个工资就要发不出来了 那么这个问题也是挺大的 接着这个就是最近消息出来的 像广州的这个退休教师的工资给减半了 慢慢的这些退休人员的这个工资都会减少的 我相信除了像浙江上海这种财政比较好的省份 可能不出现这种情况 其他的省份所有的退休工退休工人 这个工资都会出现大幅减少的可能性 这个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上街道事 这个应该会的 然后就需要这个维稳队伍去这个维稳 但是可能维稳队伍都发不公资了 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习主席面临着这个极大的挑战 欲戴皇冠必先成其重 当初你不传位给这个胡专华 这个是现在所有的这个一切的这个困难 都要你由你自己来承受 那么这个房地产当然会变得更差了 房价也肯定是继续普跌了 那么不管是北京啊上海啊 出台什么这个放松限购的这个政策 都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现在主要是没人买房 没人买房的原因主要是有两点 一是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 那么这个还贷款有问题 还贷款有问题之后 万一这个变成法拍房了 你这个人才两空啊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是因为这个房价不涨 房价不涨即使你有钱买的人 你也得观望啊 所以说两个也是两个叠加在一起之后 这个你不管是放松限购啊 还是降低利率啊 这都没有什么求用 是吧 许家印一被抓 那么肯定是苦了广大的这个保交楼的这个业主啊 你这个楼可能彻底保交不了了 没法保交了 或者说至少再拖更长的这个时间啊 你还得在这里更更加长时间的这个煎熬啊 原来有消息说啊 许家印本来是打算从这个珠海啊出去的啊 但最后没有润成功 这个相比叫潘石屹来说 这个许家印就啊 显得有点倒霉了啊 那你像潘石屹啊 马云啊 这些人至少身在国外啊 财产带出去多少 我们先不说啊 你却面临的是深陷淋雨的这种境地是吧 相比这个潘石屹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 我们不能说是差距啊 这个只能说是差别 因为大家秉持的是不同的这个理念啊 因为潘石屹家的老婆非常强势啊 张兴是非常强势的 张兴是这个北京人在这个哈佛留过学是吧 好像是是在美国或者英国是留过学的 我看过他的视频啊 跟美国记者采访的时候 这个英文对大家如流啊 非常的厉害啊 在华尔街工作过啊 应该是在英国留学在华尔街工作过 那么这个张兴呢 是一个国际事业啊 那么在老潘的这个家里 肯定是最后大家探讨不行的时候 肯定得听张兴的啊 那么也就是说张兴在老潘的家里应该是做主的啊 然后你看张兴的 张兴也是生了两个儿子啊 这个明显看得出啊 张兴这个实力比老潘强啊 老潘这个粘不拉击的啊 这个就像摆在表面上的一个吉祥物是吧 所以呢 他们家就采取了这个国际化的视野啊 宁可就是断旗一臂 也得权力的这个认出去啊 那么老许家呢 这个就比较传统了啊 这个观念是比较传统的 但是基于他老婆就是一个传统的贤妻良母啊 他不会是像张兴这样有国际事业的啊 那么对广大中国人来说 如果你英语不好 其实出去国外生活 并不是非常便利的 也不是多么美好的这个事情啊 只有英语非常流利的话 那么你有钱 然后出国才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 所以对于不太语言不太行 但是光有钱的人 其实也没有人想真正的想出国啊 那只是被迫认出去啊 那么就像丁玉梅 拿着这个老许给他的这个钱啊 被迫润润到了英国去 但是你说他想去英国嘛 没有意义其实啊 当然还是希望在大陆待着了啊 如果我相信广大的润出去的人 只要习主席一下台都会润回 都会回中国的 对不对 那么 但是呢 我觉得啊 老许 老许还是个人生赢家啊 就凭我对老许和丁玉梅 两人之间的这个感情 我就能看得出来啊 老许 是个传统的好男人 老许被关进去 真是太可惜了啊 那么还有最近呢 就是 抖音上出来了一个新闻啊 就是说 国庆节这个机票啊 大幅降价啊 这个害 然后很多这个 呃 旅客啊 发现自己之前订的票啊 这个还没出行 已经亏损了好几千个钱啊 那么原来是这个到了国庆节前一天 或者国庆节当天啊 中秋节当天 这个机票大幅的降价 那就说明 其实出行订机票的人很少啊 啊 那么跟之前大家预测的啊 国庆节这个旅游旅游旺季啊 大家全国人民都得出行去旅游 这个愿望啊 完全落空了 其实大家都是开着车 这个回乡探亲 在老家睡几天啊 在老家睡几天 然后接着再返回大城市这个工作 或者直接拖着行李回老家来 再也不回来了啊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也侧面反映出中国经济啊 非常的困难